传统方法是否科学呢 营养流失和解冻方法有关系吗 证据的解冻方法又是什么 这里是原来如此实验室 我是主持人盛春 我是观众联络员段毅 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 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在这儿 为您求证 为您解答 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 保持你的好奇心天天都有精彩 你说一块速冻的肌肉 要多久才能化开吗 关键是解冻的方法 解冻的方法 说到底上了 这次的来信是来自 北京市的张铁城观众 他来信问的就这个问题 人家还把问题给延伸了 如果一块肉 它解冻的方式不正确 会不会导致细菌的滋生 还有营养的流失 这有点意思 其实居家过日子 没小事 尤其要把这事上升到 提高生活质量这个层面上 那这事可真是大事 那咱们这期节目 就可以定名为解冻的方法 这样咱们还得听听 大伙儿对这个事怎么看 冻肉解冻 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却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解释了我们的问题之后 观众这样回答我们 通过调查员的了解 大部分观众用的是 比较传统的冷水浸泡的方法解冻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 用微波炉的解冻功能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选择 在常温下放置 我从小就听家人说过 这被冻的硬邦邦的肉 不能直接用热水化冻 其实这是个常识 你看像我老家在东北 冬天很冷 人们存这个水果 过去有一种叫冻秋梨 到冬天绝对不能够用这个热水化 就是冷水一点点把它化开了 而有类似的味道鲜美极了 你倒是挺会联想啊 虽然说这是一个常识 可是从来都没有人给我解释过 为什么 你该不会也准了一袋而过吧 你看我像那么不负责任的人吗 咱们马上开始实验 众所周知 长久以来我们解冻肉的方法是用冷水浸泡 那么为什么不能用热水解冻呢 热水解冻到底为什么行不通呢 为了了解这个看似简单问题背后的秘密 调查员来到了华都集团实验检测中心 在这间设备先进的实验检测中心里 中心副主任鸡鬼花和他的同事 将为我们的实验铺平道路 首先我们将事先冷冻好的鸡胸肉进行筛选 挑出重量大约45个的鸡胸肉 作为本次实验的样品 为了将结果更加清晰地表现给大家 我们用刚刚烧开的开水来对样品鸡肉进行解冻 把热水倒入凉杯中 此时的水温接近90摄氏度 当技术人员把样品放入热水的时候 水中立刻出现了白色絮状的物体 我从来都没有用热水化过冻肉 我还第一次看到是这样的情况 那白色的絮状物是什么呢 我正想跟你解释你做过那个蛋花汤吗 虽然是我烹饪技术不好吧 但是蛋花汤我还是做得很好 你看当这个水烧开了之后 拿一个生机蛋 啪这一打 啪这一看锅里 蛋花就出现了 那是白色的絮状物 接下来我就告诉你 这个白色的絮状物到底是什么 白色的絮状物究竟是什么 它和蛋花汤又有什么关系呢 调查员用漏斗和固滤纸 将絮状物一点点的收集起来 重量又为1克 随后将收集好的絮状物样品 在实验室中利用色谱分析仪 对它们的成分进行分析检测 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为 絮状物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 1克的蛋白质代表什么呢 专家为我们解释 新鲜鸡肉是每百克鸡肉中含有 23.3克的蛋白质 所以1克蛋白质是样品鸡肉中 蛋白质总量的8% 技术人员向调查员介绍 蛋白质之所以会变成絮状 是因为受热后 它们的分子连接状态发生了改变 由原先的液态变成了固态 这个也是蛋白质在沸水中 变为絮状的原因 蛋白质 你是想吃那块肉呢 还是泡出来那个白色絮状的蛋白质 你的意思不就是说 这肉里面的蛋白质已经被泡出来了吗 对 其实这个实验我已经无需做太多的解释 很直观 可是我还是想解释一下 这肉里的蛋白质被泡出来之后 这个肉它口感就不好了 那不过要用冷水泡它吗 这也是很多人常用的方法 传统方法的冷水解冻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调查员将样品肌肉放入盛满冷水的容器中 和刚才的实验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水的变化 用热水解冻的液体浑浊 用冷水解冻的液体清澈 除了解冻似乎没有发生什么 借助仪器是否能看出它的变化呢 冷水中每百毫升0.05克蛋白质 也就是说这一杯水中含有的蛋白质为0.5克 是样品肌肉中蛋白质总重量的4% 冷水浸泡 我没有看到续转物出现 起码从直观上看啊 这蛋白质没有流失 从我们这个实验的检测数据上看啊 这个蛋白质也有少量的流失 这正是我想问的 冷水解冻这种流传很广的一种方法 它究竟是为什么造成了蛋白质的流失呢 这样啊 我让小宁啊已经做好了模型 你先去看看模型 诶 段一 你平常在吃这个肉的时候啊 这个解冻以后跟新鲜的肉它有什么区别 解冻过的那个冻肉和鲜肉 那相比之下呢 肯定是没有鲜肉嫩啊 也没有那么香啊 口感还是有差别的 你看在这啊 我给你准备了几块 这都是你最爱吃的肉 这上面这一层 薄薄的这一层 就是纤维膜 鸡肉纤维膜 里面的呢 我们来看看 剖面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对 里面的这些啊 这个一小块 一小块 一小块的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鸡肉纤维 没看明白吧 来 我在这儿给你放大 这个就是一个鸡肉纤维的后面 没看清楚 外面还蒙了一层 是冰板 嗯 对 现在这个鸡腿啊 已经动得非常实在了 嗯 为了让你看得更清楚呢 我把这个鸡肉纤维放大 放大成这个样子 让你看清楚里面的情况 这个红色的区域啊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鸡肉纤维 嗯 在外面包的这一层呢 就是纤维 对 嗯 那这蓝色的是什么呢 蓝色的呀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纤维 中间的水分就像这样 这个鸡肉纤维 里面的水分啊 会逐渐的被外面这些大的水结晶给吸出来 嗯 外面的大结晶的体积就会逐渐的变大 哦 哎 它体积一旦增大的话 就会影响周围的鸡肉纤维啊 鸡肉当中啊 这个水分丧失 那这个时候再结冰的时候 这水结晶啊 变得非常精锐 它就可以刺破鸡肉膜 伤到鸡肉纤维 叔叔没听明白 我再给你演示 你看啊 我在这儿给你准备了一个实验 嗯 你看 从这个表面上来看啊 它是很圆润的 嗯 是吧 很光滑 嗯 看一下啊 哇 有点凉 看见没 看见了 挺圆润的那个造型比起来 它有什么不同 变得很锋利 明白了吧 嗯 这个时候啊 这个水的结晶 就会非常锋利 像刀一样 把这个外面的纤维膜 给划坏 严重的划坏 当这个纤维膜坏了以后呢 这个鸡肉纤维就会膨胀 它里面的营养成分 就像现在这样 呀 看见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仅仅是蛋白质流失了 这肉吃起来也会觉得很松散 在水中解冻啊 随着这个鸡肉毛的被破坏啊 那肉当中这个蛋白质啊 会随着水 才一点点的流失掉 那如果不用冷水浸泡 我只是放在那 让它解冻 蛋白质是不是就不会流失了 但是啊 还有其他的问题 用水浸泡是营养流失的原因 那么在不用水解冻的情况下 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调查员将样品肌肉在室温为28摄氏度的环境下 放置了5个小时 这次的实验 我们将针对样品肌肉表面的细菌滋生来进行培养实验 细菌培养实验的要求非常严格 为了避免影响结果 调查员也必须穿工作不进入 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 实验员将样品放入一个透平的圆盒中 一起放入培养箱 进行细菌培养 速冻的概念是零下30度 在这样的温度下细菌还能存活吗 你反正忘了咱们今天的核心话题是什么 解冻啊 对啊 你想想 早上起来 你从冰箱里拿出一块肉 然后放在你们家案板上上班去了 等到回来了就这天气 不能把这啥给忘了 这肉会变质啊 再有 以前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一个概念 叫细菌的休眠 咱们先别整那么多复杂的概念 赶紧先看实验结果吧 把在常温下解冻五个小时的肉 经过24个小时的培养 我们可以看出细菌繁殖的情况 通过仪器的照射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清楚 培养面上布满了菌落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样品肉表面已经开始变质 不能再食用了 在常温下放置解冻 虽然可以保持蛋白质 但是这样容易造成食物的腐败 所以以上解冻方法都不是最好的解冻方法 我早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了 在室温环境下 尤其是夏天 这肉一旦解冻啊 这细菌就全跑到上面滋生了 你别忘了 那些速冻肉里面休眠的细菌 又会重新的活跃起来 那如果我在早上上班之前 把这冷冻式的冻肉放在冷藏室里滑动呢 那咱们再试试 把冻肉放到冷藏室里解冻 也是我们家庭常用的小绝招 那么这样真的会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调查员把事先准备好的冷冻肌肉 从冷冻式中取出 放入冷藏室 经过解冻以后 调查员拿出这块在冷藏室中解冻的肌肉 分别进行蛋白质含量的测试和细菌培养 得出结论 冷藏室中解冻的肌肉 每百克中含有22.8克蛋白质 和新鲜肌肉每百克23.3克相比 损失的蛋白质不到0.25克 细菌滋生的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经过24个小时的细菌培养 培养敏中菌末的数量 远远少于在常温下放置的结果 冰箱冷藏室的温度 一般是摄氏4度 这样只要放一个白天的时间 晚上下班回到家打开冰箱 这肉就化开了 而且蛋白质还没有损失 关键是4摄氏度的温度 这个细菌的繁殖是非常缓慢的 那如果我是一个旺性很大的人 我早上老是忘记这回事怎么办呢 干嘛如果呀 可以肯定负责任地讲 您就是一个旺性很大的 不过对于你这样旺性很大的人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随着微波炉的普及 微波炉已经不是简单的停留在加热功能上了 这种新的解冻方式 相比传统的解冻方式 时间解约了25% 仅仅是30秒 就将45克冻鸡肉解冻了 那么微波解冻对肉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但是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咱们之前节目也曾经介绍过 这个微波炉加热的原理 它是从里往外加热 所以非常适合解冻 我那个但是 问的不是这个 我关心的是细菌还有营养的问题 要么咱们再试试 我们的主持人最关心的问题 同时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核心 就是解冻方法 能不能有效地保持营养和抑制细菌的自身 通过蛋白质的分析和微生物培养两种手段 我们来看看微波炉解冻的结果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 22.8克 均落数为二 北京的张铁城观众您好 冷藏式放置和微波炉解冻 都可以很好地保持营养 并且抑制细菌的自身 冷藏式放置的方法可以解冻它的动肉 但是它的速度较慢 微波炉解冻受到微波炉溶积的影响 适合体积较小的动肉进行解冻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 我推荐冷藏解冻和微波炉解冻 你怎么把我词说了 这样我补充一点 这个肉不能够反复解冻 所以建议您买冷冻食品的时候 去买小包装的 那就完了 来自北京的张铁城观众 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您对我们的回答还满意吗 也欢迎更多的观众给我们写信 会有我这个联络员替您转达 接时将我们共同为您解答 您会发现生活当中那点事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防粮被助攻随时可能防倒无他 影棚被吃光假如出现无牙老虎 白蚁危害三年 为何仍然赖着不早 仅有一墙之隔 为何一家受到白蚁疯狂的袭击 一家却安然无恙 当场调查 专家实验 我家为何招白蚁 原来如此 敬请收看